水接觸到高溫之後會膨脹1700倍的體積 再加上它與油混合之後 產生了一個體積的擴散 這時候火石會順勢地被帶開來 就呈現一個大火的現象 這個時候如果火再順著醇油煙機進去的話 整個廚房部分就會產生一個很大的火勢 那這邊有一個小型的一個模擬 目前油煙已經加設到300度左右 開始是顯示一些把煙出來 那這個時候如果我們冒冷的用一些水去做一個動作的話 可能會像這樣子 就是我們平常看到的一個魚啊 或者是蔬菜有水的時候丟到油鍋的現象 這個時候如果民眾或者是家人主婦很緊張的時候 很緊張的時候立刻用水去噴就會像這樣子 一直煙越來越大 這個時候同時間是把所有的煙帶到我們整個廚房 這個廚房都是磨磨的一個高溫的一個煙